嗨朋友们,来看看我家乡的公交车站 这个呢,就是站牌 各地的站牌都是大通小异的 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威海是一个小小的海滨城市 它是属于三线城市了 是一个地级城市 我们一共呢,有89路公交车 遍布市区和郊区 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四通八达 现在市区呢,已经全部都是这个站牌啊 全都是电子站牌了 电子站牌呢,它可以显示车辆的这个实时的位置 距离本站呢,还有多少站呢 它可以语音报站 它还可以显示啊,时间呢 天气呢,方便你在等候车辆的时候呢 你根据这个站牌来做出自己的安排 坐车的安排 在这个站牌上你可以看到 它有待发呀 还有如果到晚上它已经收工了 它都会是显示给你看 因为你能特别直观的从电子站牌上看到 你要乘坐的车的一个信息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是否等待呀 是否需要打车呀 或者是是否乘坐先到的车 再转坐其他的车辆呢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是它真是特别的直观 你可以很好地做出自己的出行计划 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是下午4点左右吧 这条马路呢 又是离着市区又比较偏一点 所以马路上的车辆不是特别多 那前几年呢 威海的因为车辆特别多吧 交通也是蛮拥堵的 后来呢 我们威海市政府就在威海的周边呢 修了一条环山路 那么交通状况呢 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所以你看在马路上 它的通勤状况还是非常的顺畅的 由于啊 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私家车呢 再加上公交车呢 也是四通八达 所以很多年都已经见不到自行车了 到晚上了 有的公交车呢 已经收班了 它就在站盘上显示收班 威海的公交车车票呀 是定价票 空调车呢 是两元 然后呢 普通车是一元 60岁以上的老人呢 都可以免费乘车 在站盘上可以看到 移动的这个绿色的小方块呢 就是在这条线路上 这一路车还有多少辆车 以及这些车 实时的移动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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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